你有磨剪刀的经验吗 过去常常会听到 剪刀定期就要送去整理 也有人说剪刀磨完之后就没那么好用了 这次到日本就要来好好的体验一下 到底要怎样磨剪刀 说到这次日本行 很感谢GreenMouse的邀请 这支影片可以说是第三支的日本影片 前两支还没有看的可以看一下哦 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GreenMouse的工厂 这里位于日本的千叶县 大家所熟知的成田机场也在千叶县哦 GreenMouse是由两位社长所创办的 Azushi与Shin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目前GreenMouse也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 而且除了没法剪刀之外 也有宠物剪刀哦 第一次看到也觉得超酷的 好吧 说为这次的重点就是磨剪刀了 首先社长讯带我们参观完工厂之后 就要带着我了解一下哪些剪刀需要做保养 这次最主要保养的是MAT系列的剪刀 有打包刀 滑剪刀跟平剪刀 其实GreenMouse对于磨剪刀这件事情 是有非常专业的SOP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GreenMouse的日本官网 而且也有诊断表 让你自己了解一下剪刀到底需不需要保养哦 社长讯也和我说到MAT系列因为有上漆 所以工法会跟一般的剪刀会很不一样 在磨的时候只会有一次的机会 并且无法磨到上漆的位置 所以难度非常的高 首先先把剪刀拆开之后 社长讯呢 就特别针对剪刀目前的状况和我解释 他说剪刀磨合的地方大概可以看得出 发型师的喜好 例如说剪刀有没有保养的习惯 也或者是说剪刀是不是常剪刀剪法书 或者是硬物 这些都可以看到剪刀磨合的地方可以去了解的 社长讯也会询问 发型师有没有在剪法的时候 觉得哪里怪怪的需要做调整 例如说打包刀移动的时候会不会拉到 划剪刀会不会扯到头发 也或者是平口刀在剪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跑动等等 说到剪刀保养 这个跟国情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之前和国际销售的人员在聊到各国用剪刀的差异 就有说到 日本发型师从学生时代就被教育 每天都需要保养剪刀 所以剪刀送修的时候品质都会很好 但许多欧美国家的发型师往往买回去之后就会反映一阵子说 剪刀不好用了 送修之后才发现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在保养剪刀 剪刀难免在剪的过程当中会有造型品或者是水质的残留 更不用说剪头发的发屑的累积 其实这些都会让剪刀惨不忍睹 所以除了磨剪刀之外 我觉得根本就是剪刀每天都要保养 这才是剪刀保养的根本 与发型师沟通完之后就会检查剪刀有没有变形 并且放在台面上去做检查 如果有变形就会开始进行敲打 去做调整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自告奋勇的说 我可以来试试看 迅就开始教我如何做敲打 不体验还不知道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需要直上直下 不然剪刀会敲坏掉 结果不免俗的 我搞砸了 而且迅还特别给我看 我用的锤子的伤痕 其实不只是剪刀敲歪掉了 还把人家的锤子也敲歪掉了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但由此可以知道树叶有专攻 不要说磨剪刀了 就连敲打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有办法上手的 确认好剪刀的平整度之后 就要针对剪刀的磨合处开始进行研磨了 迅再次和我强调 有上期的剪刀只能磨一次 在磨合的时候只能针对 合刀处进行做磨合 老实说这个磨刀的过程 其实看起来是真的蛮疏压的 本来想说自告奋勇的 问迅说我可以磨磨看吗 但迅和我说 这个步骤是有风险的 除了会搞砸一把剪刀之外 我也可能会挂柴 接着 合刀处的地方研磨完之后 还有整个刀面的研磨 因为我的剪刀是有上期的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特别的留意 然后呢 在组装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那就是在剪刀磨合的时候 难免会产生一些铁屑 而这些铁屑会吸附在剪刀上面 如果没有去除了干净 它就会造成剪刀的磨合伤害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消耻的动作了 这个真的是不说不知道 接着就要开始进行组装了 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环节 我还亲自的组装一下我自己的剪刀 装配剪刀前要先确认好 剪刀的配件是否齐全 然后才开始组装 这边有个重点 就是垫片的方向 很多人在组装剪刀完之后 就会发现哪里怪怪的 很多时候其实是垫片的方向错误了 它本身是有方向的 组装完之后呢 就会将剪刀锁到最紧 确保组装的确实 接着呢 就会开始进行放松 测试的标准 就是将剪刀90度立起 然后做开合 是否形成一个大约 15度角度左右的开合大小 哇 这样组装完是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体验一下 啊算了你们还是送修剪刀好了 自己万一装坏掉了 也救不起来了 接着呢就要开始试剪剪刀了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剪刀包里面有超过700以上的剪刀 现在啊我对于每一把剪刀的差异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这次研磨完剪刀之后就可以感觉得到差异 说真的一般的位置有差异也是蛮正常的 就是正常来说 正常的剪起来都真的比较好剪 但这次研磨完之后还会特别去测试反手 以及打包刀滑动的技巧 因为这真的可以感受到差异 所以真的很谢谢迅帮我把这Mate的剪刀 又有不同的感受了 这次与迅聊起剪刀 他说其实每一把剪刀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会针对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功能去做设定 迅说厉害的发型师会去感受每一把刀的不同 发挥到最好的功能 所以为什么日本发型师会拿相对比较多把的剪刀 我想这个是日本人对于工匠以及技术的执念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抖音的时代 要的是速度要的是包装 又有多少人会在乎一把刀的细节 很多时候就好像真的有品味的人 不会到哪里都在打卡跟拍照 而是会去享受这里的一切 就好像有多少发型师买了一把五万块的剪刀 会知道差异在哪呢 或许他们更在意的是那个长得像爱马仕菊的皮套吧 其实我是自己是觉得这样子是蛮可惜的 如果你能够感受每一把刀的不同 或许你会很不一样哦 会说这么多是因为我们在磨完剪刀之后 还特地的感受两把一模一样的剪刀 一把有上漆 一把没有上漆 其实剪下去的感觉是真的很不一样 到底发型师是需要奶油感的锋利 还是需要剪感的手感 这个没有对错 但大家只在乎一把刀拍照起来好不好看 是不是就好像你拿着名牌包 其实你只知道它很贵 你不懂得怎么去欣赏它的工艺品质 以及设计的美感 说了这么多 只是希望大家在设计师的这条道路上 有着不同的品味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特地针对日本龟鱼帽 体验磨剪刀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 也麻烦给我一个赞 给我鼓励一下 当然如果你对于龟鱼帽的剪刀 有兴趣的话 下方的资讯栏位 有购买的连结 记得用我的折扣码 有九折的优惠 那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